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展开拆除作业预估经费大约要400万元 因为之前因为天气骤变造成楼板的轻毁 然后坍塌下来 那经查他是在民国46年取得建筑许可的执照 然后是一个合法建筑物 那目前经过我们的独木祭司公会派员来鉴定 他是因为柱边可能因为渗水的问题造成楼板塌陷 那结构安全可能有余 然后可能依照建筑法第81条认定有腿坏的影响公共安全疑虑 所以我们强制拆除 那目前这个拆除费用大概是400万左右 我们是依照81条强制拆除 我们也会通知屋主 依照建筑法相关规定拆除 那希望是屋主可以跟拆除厂商自行协调 那如果协调不成的话 我们会动用市府的预备金去做紧急拆除 跟雇款的动作 后续会依照相关规定跟屋主追讨相关的费用 看到旧制品厂拆除同时 一旁曾经在十多年前 乘租大楼当店面的摊贩 也回忆当年生意相当好 他这很久了 他从我们从那边搬过来已经12年 对啊 那个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 他里面有个石头掉下来 所以我们才不能出 然后就移过来 那他已经12年的应该要处理了 如今旧的制品厂经过岁月的洗礼 剩下的是围绕建筑 市政府估计大楼拆除工程 预计在一个月内拆除完毕 记者 黄绍铭记用报导 在座的各位女孩现在的厂区 未来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 如果能够发展出更多的空间一定是更好 可是我想一定跟你们现在的作业 会顺便要做一些改变 推动六堵工业区立体化 市长谢国良和工业区厂商 市场府公务处 都发处 产发处等主管 和业者面对面沟通 因为立体化一定是可以增加更多的容积面积 也是增加更多就业的不二法门 但是目前这些工厂或者是这些厂房 他们有没有意愿立体化 政府要如何来协助 或者立体化后如何能创造出更多的双赢 这一点则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倾听业者的声音 也要一个案件一个案件来协助辅导 总之立体化一定是六堵工业区能够创造 比现在更多一波的就业机会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座谈会中提到立体化方案奖励的项目 缴纳回馈金 能源管理等方式 市长谢国良强调上任之后 积极打造友善的投资环境 希望能够简化繁琐的行政程序 针对工业区立体化的部分 那工业区立体化其实我们也很期待 透过这个立体化能够当于基隆的这个产业用地 能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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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地增加自然就有就业的机会 能够留在基隆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积极来务力 所以如果后续针对这个整个立体化的部分 在机制上 我想我一定做一些突破 我最近还是有碰到一些好朋友 你们基隆开发生产程序很慢 然后我说你是听到是什么时候的事 好久之前 我说现在绝对不一样 道伦工业区相对比较稳定 面积空间也已经利用的相当的多 现在六堵还有很多的潜力 那再加上捷运未来的开发 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原来的亚太艺术园区 这个两公顷的相关的土地 我们也请行政院未来给我们一些协助 打造出更多的空间出来 所以六堵公园区未来仍然有很大的潜力 我们要好好的努力 谢伟良强调 未来将持续前往工业区拜访厂商 两个月举办一次座谈会 借此加强双向的沟通交流 记者 黄绍铭 基隆报导 一二年级学生的混合英语表演 融入圣诞佳节歌曲 基隆十一会副议长杨秀玉 和市议员张耿辉也主动加入学生们的表演 一起同欢乐 岁末年终 圣诞佳节 岁末年终 圣诞佳节 位在七堵区有锐 全校各年级总共只有六十三位学生的复兴国校 特别举办期末成果展 在校长和老师们协助下 各年级学生展现平日学习跳舞 诗词以及台语 英语和客家语等各项教学的成果 包括市议员张耿辉 曾宜芳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以及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秘书杨文和 和其他学校校长等人 也专程到场观赏学生们的成果表演 也关心学校的各项软硬体教育发展 让校长 家长会长 以及学生 自治市长都很欢迎及感谢 我想基础建设好了之后 孩子在这边读书学习一定很开心 但是我们今年的学业成绩 我们的零业学习成绩也非常不错 最新十月份出来的全市成绩 我们几乎是在金融四十所学校里面的前段班 是不是给我们的孩子跟老师一点掌声 在这边我想我们的家长跟学校一起努力 我们孩子的成功 孩子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 百分之九十五就已经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呢 书记博强的师生跟校长继续 为孩子提供更优质友善的校友环境 也希望家长一起呢 跟我们融入这个大家庭 万一各位有空有需求有活动 就可以到学校来跟我们一起好不好 其中市议员张耿辉更精心打扮成圣诞老公公 和孩子们互动 请孩子们猜猜看他是谁 猜中有奖 也现场发送糖果给孩子及家长们 而在所有学生当中 也有两位外籍学生一起参加成果表演相当抢眼 学生家长也踊跃到学校参加这场活动 并且用手机开心的记录孩子们的优异表现 全体师生也用成果展向外界展示 复兴国小小而美小而优的一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亮橙色的抢眼外观 犹如大型桥石起重机的独特造型 处离于一二路与信尸路口 以电梯及天空步道 衔接中正公园主谱坛的基隆塔 让人惊艳 不过这一座六十米高的国门新地标 大胆创新的想法却是源自于民国一百零五年 由集市府举办的大学生净土作品 用电梯上山 把基隆先天的烈士转为其他城市 所没有的新亮点 他居然有一个想法是 从我们的平面 然后有一个竖梯 然后可以到达我们的中正公园 当初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不过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而且值得进一步来做思考它的可行性 那在经过我们市政府 还有很多的一个专家 大家一起讨论之后 觉得这个方案应该是可行 所以我就委了一个正式的案子 那请建筑师来做规划跟设计 以及净土 那最后挑选了这个方案 那当然这样子一个构想 其实它是用整个基隆市港的一个特色 用我们桥市启动机的这个意象 来设计这个树梯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其实是经过很大胆的一个创意的发想 第二个是经过很缜密的 专业的规划跟设计 最后下定决心来全力支持 108年9月动工 109年10月立柱 110年举办命名活动 111年1月最后一根钢梁上架 以12路旧警察局第二分局 听设为地基建构的基隆塔 施工过程并不简单 从无人看好到美梦成真 卸任市长后再度回到基隆塔的内政部长刘昌 感触补生 整块都是研盘 所以我们采取的是钢构跟基桩 先用桩在土壤里面把它插稳 然后再用青钢构 钢的概念把它往上加高 老基隆人都知道 这边的腹地其实非常的狭小 这么大的一个建筑量体 要在这个地方施工 它难度其实非常非常的高 第二个它还有一个横跨到 我们祖虎坛后方的一个空桥 那这个空桥很跨的一个距离长度 其实非常的长 在施工难度上也非常的特殊 跟艰困 所以克服了非常多的一个困难 还有包括协调中央的部会 包括林务局等等 解决用地的一个问题 那经过了七年的一个努力 现在正式能够来启用 中间的辛酸 这个不足为外人道 串联山海城的基隆塔 视野辽阔很过游客好评 光效益更外溢到临近的夜路商圈 人潮多了两层 也让基隆被世界看见 你知道真的很美 很想再来 对 有机会一定会再过来 光景很漂亮啊 看到什么 看到 这个 还有这个基隆塔 很赞 超美超赞 对 光景也好久 很值得来看就对了 对 这次就住这 今天看这个基隆塔 你感觉如何 这有漂亮喔 有漂亮喔 有漂亮喔 有漂亮啦 都过不一样 基隆市政府 有这个眼光 还有这个很精准的规划 做了这个地标 让很多人可以更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基隆 因为以前去中正公园都要爬上去 现在坐电梯就可以到了 可以带动其他 就是旁边的一些店家 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到基隆 这个地方来玩 像前半年生意都比较惨 那个 这个塔一上来 最近的那个客流量啊 人潮都变得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 这个基隆塔 对于附近的这些观光啊 都很有帮助 以前这边 这边第二分局 其实是没有人去注意的地方 对 然后就是常常会有警察来往 但是 一二部这边也比较冷漠 相当于巴豆子和平岛 其实是比较冷清的一个地方 只有在地的 等于说隐藏的一个地方 那有了基隆塔的时候 会吸引很多人来这边看 然后也会看到说 呃 在之前适应的时候 很多的一些旅客 都会去走走巷弄 去看一些巷弄里面的一些东西 历经一年的整备 找来知名的远见杂志 进入人文空间 接棒基隆塔 这项重大观光设施的 基隆市长谢国良 期盼 强强联手 扩大效益 让世界看见基隆 也让基隆 迈向全世界 为什么要用远见 来作为我们的品牌 因为我到那上面 一看那上面的空间 没有想象那么大 但我们如何能够变成 真正变成亮点 就是要让世界海内外 有名的人来到基隆 那来了 他们一定会有一个目的 他们不可能只是存观光 所以让他们来 做新书的发表 然后也让这些名人 来认识基隆 所以让世界看见基隆 让基隆 也可以看到世界 很谢谢过去这个 林前市长 把这个基隆塔盖好 那我们来把它完工 然后把它做 顺利的招商出去 我觉得远见人文空间 加空书 未来会是基隆的 另外一个新的亮点 任内在基隆塔 规划出空书屋的 前文化局长 陈敬平也认同 透过阅读 让基隆塔 不只是拍照打卡乐点 更是有文化的能文地标 当时我们就希望 在这里能够让人家 有一个住宅 跟休息 跟欣赏 基隆市美景的一个空间 那用阅读这件事情 来吸引大家 来到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过去几年来 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那我今天非常开心 看到过去几年来的 努力跟梦想 在这里已经得到了实践 开心的雨 来自台中的游客自拍 牛厂表示 拥有无敌上海美景的基隆塔 吸引爆满人潮可以预期 未来重点在于 人流管理 即如何带动周边商机 议长佟 也提醒基隆市政府 有责任做好规划 我想这个地方爆满 人潮非常的多 是完全可以预期 也是我们当初所设定的 所以接下来整个的一个 管理的一个机制 包括它的一个收费收票 动线的一个规划 可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也会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未来我们想基隆市政府 会有更多的这个责任来规划 包含人流 还有车的动线 邮轮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如果这些都做好 我想我们带动整个基隆 包含我们南海区的庙口等等 整个商机都会非常的蓬勃发展 这是一个未来 基隆市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从塔顶天空步道高处俯瞰 基隆市港美景禁收原底 除了被总统蔡英文称赞 碧美台北101大楼的基隆塔 周边还有神秘的信任路反空洞 上方的中正公园扇行广场 以及天空步道尽头的珠卜潭等 旅游景点值得您一探究竟 漫步品味 基隆这座山海城市的无穷魅力 记者 也被这美丽的雪景给征服 其实这不是真的雪花 而是餐厅老板和主厨的创意 不定时利用泡沫机制造的人工雪景 这美感就比较好 那它不只学了厨房的烹饪 烹焙 它还学插花 这样对摆盘上的设计 那天生美感 从小美感就比较好 所以它这些布置都是它自己 当然还有它这些年来的 我们这些年来的经验 然后再加上 常常我们会去日本取经 会出国去取经 包括食物的 包括人家的装潢 包括菜单的设计的风格 我们会常常去看 那回来再用自己的想法 那当然也要去就于 现有的材料的取得 因为毕竟不同的国度 材料取得不一样 所以我们 这一间我们大概花 我们从去年的二三月 开始做整修装潢 一直到九月以后才开幕 我们花了大概七个月的时间 做整理 才整理出这样的样子 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基隆的多余 潮湿 屋况其实本身不是很好 那我们光在做修缮的部分 大概前四个月在做修缮 后三个月在做装潢 这些美感巧思布置 也展现在餐厅吧台 以及外场座位区 更打造星空厕所 让客人惊艳 曾经担任过科技业的经理 因缘际会 又投入在台北百货公司 经营餐饮业 又因为遇到三年的新冠疫情 不忍员工失业 惨陪艰难的硬挺过来 最后只能离开曾经辉煌 又伤心的台北 机缘落脚在基隆 俗称小北头的一六路上 租下老屋再活化 开设这间日式洋食餐厅 主打蛋包饭 意大利面 以及焗烤类主食 一年来 除了用心营造餐厅气氛 也提供好吃平价的餐点 让客人流连忘返 乐意在当回头客 疫情期间 这段期间 其实我们也认识 我们很多的同业朋友 其实都已经蛮多人倒了 那我们感触很深 那可是在这段疫情期间 我们收到很多朋友的帮忙 包括好比说 我们在好比说不能内用 那我们怎么办 那员工还是要工作 我们也没有放员工无薪假 那怎么办 让员工有个出路 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做 好比说我们举个例 好比说我们做 那时候开始推料理包 然后一开始 忽然做的 我们因为全面的规划 因为是忽然性的来的 那时候告诉朋友 我们开始做料理包 那朋友就帮我们传朋友 那朋友在介绍朋友 甚至有的不认识的朋友 那每天帮我们推销 那时候刚好那段时间 遇到超商冷冻宅配不送 那我就每天自己开着车到处送 那有人会说你这样好辛苦 我说不会一点都不辛苦 因为至少我还有东西可以送 员工有事情可以做 那我们一直抱着很感恩的心 就说 至少我们现在还有一家店可以开 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可以做 我觉得都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而来过一次 就还想再来推荐这家餐厅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就非常肯定老板活化老屋再利用 开设主题餐厅的用心和创意 老板非常亲切 而且这个是一间老旧的一个名宅 活化 就是这位老板他是住在台北 针对这个老旧名宅 他把它活化 变得非常一个 应该是说非常有一个主题 那包括他餐点是这个意大利面 还有这个焗烤 还有这个蛋包饭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但好吃 主要是他非常特色 而且非常的评价 那我一向以来就是 我觉得基隆有很多的美好 我都希望把它就是行销出去 让我们外县市 包括我们在地的乡亲 能够了解说基隆的美好 那我也是借由今天这个就是1632这家主题咖啡厅 也告诉我们基隆的乡亲 其实我们基隆算是一个老旧城市 有很多的老旧名宅 那老旧名宅怎么样让它活化 变成我们基隆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特色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 我觉得基隆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 餐厅里面还有一个彩蛋 就是有一台小型扭蛋机 这是为了鼓励客人 带着小朋友来这里用餐时 可以把饭菜吃光光 就可以扭蛋一次作为奖励 这也是老板小小的心愿 而在老板用心经营下 口耳相传而来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老板欢迎大家要来餐厅前 先预约以免扑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我不是正二代 不是副二代 我投入选举不是为了家族利益 而是为了基隆发展 信赖台湾 基隆启航 二零二四立委 很请支持 郑文婷 二零二四立委 很请支持 郑文婷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兵雇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画面上是基隆市选委会 举行第十一届区域立委选举 号次抽签 在选委会主委方定安的主持下 家庭基本收入立委候选人邱少佑 抽到一号 五党籍黄洁阳未到场 由选委会主委方定安代为抽到二号 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 谢海金抽到三号 五党籍的王醒之抽到四号 国民党林佩祥抽到五号 民进党的郑文婷抽到六号 针对于今天没有到的这个二号黄洁阳 因为没有到一规定 我们就是由主任委员 就是本人来代抽作业 那以维持我们整个的抽签作业的运作的一个顺畅 抽完号次的团队阵营 各自喊出吉祥话为候选人助阵 除了蓝绿两党之外 比较少在媒体曝光的候选人 也把握机会争取选民支持 欧巴桑联盟多元国会 照顾多元社会 我们刚好欧巴桑跟三号 就是有一点谐音梗的感觉 那我觉得三号是非常适合欧巴桑的数字 我也是基隆市第一个这么年轻参选 我27号27岁参选的候选人 对那我也会就是在剩下的这个选战的造数 几天努力的让大家 让基隆市民知道我们欧巴桑的理念 然后也让基隆市民知道我们欧巴桑这个政党 然后我们基隆市有更多元的选择 可以让多元的声音进到国会里面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我在想的就是说 如果当选之后能够对大家 对人民能够 就是怎么样提升大家全民生活的福祉 这个比较是我关心的 对那抽签我没有任何的感觉 接下来还是要努力 努力奋斗救中国 三民主义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万岁万万岁 另外五党籍立委候选人王醒之的团队 也到现场加油 比方说我们到去年为止都还在买别的县市 退下来的二手公车来作为公车 或者是我们的营养午餐希望能够要比照双北 这些经费的来源我们都很清楚知道都必须要仰仗中央的 看中央的脸色仰仗中央的鼻息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以及不健康的地方政府财税的状况 所以省之主张直接修改财政收支划分法 这件事情也是过去三十年来 基隆所选出来立法委员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要即刻提出 立委号次抽签顺利圆满 声量最大的蓝绿阵营也出发各自扫街 为候选人造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给您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帮我处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发现点冷气 开的太冷了 刚刚的绿网标固定清醒 电池 阴气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还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必须省下不少电费 老制电炮换你LED 省电 省钱 又一亮 哎呦 真厉害啊 鸡龙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破坏千层蛋糕到底留几钱啊 仙力版的委托行咖啡究竟在哪里呢 鸡龙味姐妹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访 能体验鸡龙的胃 当科学家 文学家 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 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际网路都能再开新局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泰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 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都请满了 那就随便请好了 先生 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先生 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先生 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轻车停泛合法齐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 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提示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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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角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层栽 机车 放在绿角丫上面 让行人 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